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是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 连我也不例外 这次的拍摄策略 我站在强烈的探照灯前 像是被相机审视一样 审视自己的身体 我感受到自己不符合商品广告 标准美女的身材 所以驼背 遮掩 摇晃 展露出没自信的一面 这些影像 是我企图用最直接的方式 控诉父权体制 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与凝视 这次的展览形式 是以悬挂的方式展出 表现出隐藏在实体结构下 形人上的视觉标准 我特地使用类似报纸纸的印刷 一方面是希望表现出纸张 会随着时间过去老旧泛黄 甚至卷曲有皱褶 就如同女性的身体一样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 是去批判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 不应该只是散播美的单一标准 以及不断复制男性对于女性的凝视